我掉了一个头发 我掉了一个头发 这告诉我们不能再熬夜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居然选择了离开我 你没有看见那个头发吗 看见了吧 没有骗你们 我真的掉了根头发 朋友们不要熬夜了 赶紧下早晚反扎APP 就赶紧睡吧 没看见吗 这样看见了吧 这样很明显吧 我没有骗你们 我刚才晃着晃着 我就发现 有一个小朋友离开了我的头 我回去跟他好好谈一下 11点了 该睡觉了 就这样吧 怎么回事 每天检查自己有没有 有朋友离开我 只有你 我现在心情很复杂 本来我觉得我可以嗨到 11点就下 行吧 就这样吧 晚安 拜拜 祝大家天天开心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然后 那个 如果今天你也给我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突然就 不开心了 你为什么选择今天离开我 嗯 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很嗨 我想下来跳舞 好吧 那原谅你了 真的是 为了这根头发 快乐都少了 但是 不就是根头发吗 他在哪里去了 天天开心 拜拜 哦 又超过一分钟了 今天 我在9点28分的时候 我在 手真的都在颤抖 打开这个电脑 然后想连接我的微博 然后想打开直播 哇塞 还是没赶上 哎 好了 拜拜 朋友们再见啊 我看一下从哪关 直播呀 结束直播 结束直播 刚才也就是说 是有2508万 点五人 见证了我一根头发的 告别 行吧 我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不要不开心 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就是用气势压过去 不就是根头发吗 对吧 我们在长 好不好 哎 我们 我们以后就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 把它长回来 哎 你们看怎么样 是吧 哎 我觉得我说的很对 我在干嘛 哈哈哈哈 真的 这根头发叫什么 这根头发 今天就叫它小九吧 哦不对 小九好像有朋友 叫这个名字 那就叫它小发吧 小发 这样吧 叫它发小 好嘞 嗯 不开心 真的是 嘿 嘿 谢谢大家